在靠近深圳机场的一处仓库中,黄鹏正和他的同事们忙碌着。 这是一个中港储运舱,眼前的这些货物经过清点整理后装车,送往位于香港魁方的空运舱等待装机,再由香港机场发往目的地。 黄鹏出身在香港,1999年毕业以后一直在香港从事航空运输业,期间有大量的机会跟内地客商打交道。 看到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,黄鹏捕捉到了商机。 2006年,他带着全家人来到深圳,并创办了自己的航空物流公司。 2006年,中国的GDP增速达到12.7%,是中国进入2000年以后GDP增速最快的两年之一。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,深圳又是开放的最前沿。 黄鹏回忆当年的深圳时称,整个市场蓬勃,生意兴隆。 这一年,深圳的GDP接近5700亿元人民币。 在2006年至2008年的时候,市场很蓬勃,生意很兴奋。 所以我们当年在2006年,我们创业了每满7个月之后,我们都在不断地匡张,从3个人到10个人到30个人。 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,市场的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。 黄鹏的业务已经从单纯的航运,扩展到海运,陆地物流服务,以及跨境物流等方面。 客户遍布全球各地。 客户的需求已经在不断地匡张,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说,海运时间太长,空运的价格又太贵。 他们就要想能不能我时间上快一点,我的价格上又优惠一点,刚好能兴起于兴欧铁路。 我们很多货就拉到去重庆,从重庆运往各地。 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,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。 作为经贸往来最重要的支持,物流行业引来了又一波巨大的发展机遇。 我觉得我们的出境是很大的,以前我们的主要的线路是欧美。 欧美的线路是占了我们90%,可以说90%,甚至以上。 五年前,我们一带一路这个概念提出来了,提出来了以后我们又再改变。 现在我们的形成了,我们的欧美占有量是30%,中东和非洲也占了我们30%,东南亚也占了我们30%. 截至2018年8月底,中欧班列共开出1万列。 这支钢铁驼队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、贸易往来提供了巨大的支撑作用。 中泰、中眠等东南亚地区的公路货运链也逐步完善。 黄鹏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 所以呢,我们形成从当一的香港空运变成有空运,香港空运,内地空运,还有海运,有铁路,有公路,各种形式上。 特别再加上你国内的那个机械,还有它的交通,现在形成越来越便利,他们还有高铁的出段的一个发展。 每年超过1万吨的运量,接近2000个货柜。黄鹏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时,非常的自豪。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,让黄鹏有一种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的感觉。 一带一路倡议,不仅让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受益,也改变了更多像黄鹏这样亲自参与其中的人,他们都是受贿者。 黄鹏介绍,由于各个机场规管的法律不同,在电子产品运输等方面,香港机场具有一定的优势。 2018年,包括港珠澳大桥在内的多个跨境基建项目正式通车,将越东、越西和香港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,节约了时间和成本,提高了效率,大大利好物流行业。 但现实中却存在一个问题,一直困扰着黄鹏和他的同行们。 实际上,我们好像形成9加2,11个城市里面,有点无序的竞争。 为什么讲说无序的竞争? 那我就讲,现在呢,我们在这大湾级11个城市里面,7个机场。 那这个机场里面呢,如果没有去,没有大家没有个,就是一个平台,交流也好,沟通也好,对话也好,或者大家一起协作也好,那我们很难发挥到更大的效用出来。 2019年2月,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发布,其中明确提出,要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,建设世界级机场群,推进大湾区机场错位发展和良性互动。 这对于黄鹏来说,把他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担忧给解决了。 对于总体的物流的形式是大好的,非常利好,我是对于全景来讲呢,我是可以看得到,可以摸得到,也可以实质感受到。 除了一些政策上的利好,可以感受得到,而实实在在的好处,黄鹏能感受到的更多。 现在我成立一个公司,在大湾区只需要一两天,甚至一天就能处理网。 还有我们透明化,还有政务的便利化,透明化,资本的高度化,也令到我们达上了一个高速的快速的火车,对于我们大湾区是很好。 还有这里的,也有个更好的地方,就是一个自由度,自己的自由度很好。 十几年前,黄鹏之身请来深圳创业,由于身份证件的问题, 从内地银行申办的信用卡额度只有五千元,远远不够用。 2018年9月,港澳居民居住证推出以后,这个问题得到解决。 黄鹏也可以享受到更多生活上的便利措施。 在他看来,大湾区乃至今日的中国,是有志于创业的青年人梦想的乐园。 只要肯努力,就会创造更好的未来。